经验之美 与众不同 我家有明星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洁净自然香洗液 味道好清香 能洗干净吗 哇 脏东西都出来了 真是又干净又清香 一步到位 有太字 没污字 保洁 邦宝室带来整晚 干爽的精致睡眠 让宝宝一觉醒来 迎接快乐成长的早晨 新设计邦宝室超薄干爽 特有神奇锁水珠珠 吸水量高达自身重量30倍 更锁住整晚尿湿 干爽长达12小时 迎接金色明天 邦宝室超薄干爽 关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合作伙伴 光明见能Kiss 邀请您收看 天才宝贝 追梦春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亲掌 还有电视机前的过程回応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所听北京电视台文艺频道 关注我家有明星我是顾洋 大家好 我是秦天 您现在收看的是 我家有明星205天才宝贝追梦春晚 天才宝贝追梦春晚 那是我们北京电视台文艺频道 亲力打造的一档在国内 以及海外各地选拔天才宝贝的一档 暑期大型儿童才艺秀的节目 到今年我们已经进行了第三季 每一期节目都会有四个宝贝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来展示自己的才艺 通过现场的各位 我们的观众评审的投票 产生一名人气宝贝 将会参与我们的宝贝盛典 那在宝贝盛典的舞台上 如果获得最强才艺的这位宝贝 将有机会登上2016年 我们北京年代春晚的舞台 如果获得的是最高人气宝贝 将有机会参与到舞台区 甲重山谷 远赴德国的一个奇妙梦幻 童话之旅的免费的参与流游 2015年北京电视台的 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 就有两位天才宝贝 闪亮登场 2016年我们这个春晚舞台 究竟谁会登上去呢 我们将拭目以待 好了 那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到场的 各位梦想助力团的老师 赖奇天 首先第一位为大家介绍到的是 我国著名的词作家严肃老师 著名歌唱家王坚实 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 著名医院员包固尔塔 著名听见员员宋明 欢迎各位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决定最终能够登上 我们宝贝盛典舞台的观众朋友们 因为大家手里是有投票权的 那我们拥有投票权的观众 一共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呢是我们来自 BTV少年传媒学院的 20位小学员们欢迎大家 此外呢还有100位 来自我们北京16区选的观众评委 欢迎大家 还有两个特殊的队伍 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为大家介绍到的是 北京贝康教育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的朋友们 欢迎你们 欢迎 第二个队伍是来自 北京乐伯乐伯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 儿童健能背后成长 本节目由光影健能Kits 赞助播出 我是林明侯 我要上春晚了 究竟谁是今天第一位 登上我家明星舞台的天才宝贝呢 今天请你帮我们请出 今天的第一份宝贝蜜剑 超有创意的幽默舞蹈组合 劲爆男孩 对了 第一个咱一会儿 要转转两个节目 一个上个十方案 还有另一个是 我爱比肩币 咱一定要打击鸡才来 哎 哎 你咋了 我不能成功 快上主台了 快点打击鸡才来 快快快 刚才有人说你这个生日的孩子 啊 失神了 啊 感觉来了 走 突然来 走 走 掌声欢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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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太陽阿哥愛著呀 山裡的人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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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山路四八彎 這裡的水路九連環 這裡的山坡派對派 這裡的山坡派對派 是吧 玩 玩出了獨家人的金銀板 這年晚 練出了獨家人的珠寶壇 天月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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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十八彎 就沒有美碎的三杯子 沒有了九連環 就沒有中山地方派派 是吧 我暗了 今有點歡 是吧 我暗了 今有點歡 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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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饶着独家人披水和山 YO! YO! 做一个自我介绍 让朱丽百分老师认识一下你们 哈喽大家好 我是BV家 我是61 我长得可爱 拉倒吧 我长得才萌呢 我们是 敬报主王今天让你们好看 你宝啊 对 好看 造成18年 零八个月 这就是当初的包布尔茶 和李伟健 我没想过这个山术十八万能这么表现 我没想过 真的 他们也弄挺好的 而且编排的和李 两位一出来还有观众说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不要说我女孩 你等会你怎么反应这么大呀 听了小女孩三个字我就头大了 我在这里我表个态好不好 我从节目现在开始 绝对不再提你是小女孩 好 那你也别说小女孩这三个字 我绝对不会再说小女孩 谁要再说小女孩 我就跟他急 故意再说小女孩了啊 我怎么怎么样 我还可以吧 我都交代了 你刚才是不就交代不一直在听小女孩 那原来挺好的 你说他也 你又说小女孩了 人家都没说我什么呢 你看你刚刚又说了 他说哪三个字呢 那三个字 就是属于你这种类型的 你们看错了 他是老女孩 我看这谁啊 这个毕维嘉怎么的眼熟 是不是来过这啊你 对 我跟你说你这好眼力 我说你两年前来过了 那我是第一季来的 我上一次我是一个人太寂寞了 而且呢那时候我也没有赢 所以呢我就是这次 我带着我的搭档来 我们一定要成为第一名 今天谁带你们来的呢 今天是和我们的既温暖又漂亮 而且非常美丽的 还很可爱的老妈来的 你们平时都这么聊天吗 我们是我们是比较默契的组合 我们就两个就是说话 一般说话都能说到一块去 妈妈究竟在神奇魔像当中 放了什么样的宝贝 有请贾城山谷MaxMitty 把我们的神奇魔像 请到舞台上来 好 我们来看看神奇魔像当中 究竟放了什么 再一次感谢BTV少金传媒学院的 我们的两位同学 分别是我们的江河妍和王嘉爱 谢谢两位 神奇魔像当中呢 放了两页纸 非常正式地写着承诺书 然后有条款啊 12345 这是毕为佳的承诺书 你拿的是 这个是承诺人士刘一涵 也就是六一的 六一的承诺书 这为什么要放一份承诺书呢 因为啊 这是关于我们一生一世的 一辈子的 无论是健康 还是疾病 无论是快乐 还是忧伤 都关于我们一辈子的 承诺书 我怎么觉得突然间 应该换一小红本的感觉呢 来 我们干脆把妈妈请上来 问问吧 为什么要把承诺书 放到我们的神奇魔像当中 来 有请 欢迎两个大宝贝的妈妈 吴远好 评委老师好 然后大家好 我是六一的妈妈 大家好 我是毕为佳的妈妈 为什么会把这个承诺书 放在我们的神奇魔像当中 作为我们家长来说 就是希望他们两个 能够成为这样一辈子的 好兄弟 你们拿着你们自己 分别念一下 承诺书上都写着啥 我绝对不强迫毕为佳吃饭 我绝对不说毕为佳是猴子搬来的救兵 我绝对不说毕为佳是调皮鬼 我绝对不说毕为佳是小财迷 我绝对不说毕为佳是大忽悠 承诺人 刘一涵 六一 来 毕为佳你念念你的承诺书 承诺书 一 我绝对不说六一是像个小女孩子 二 我绝对不限制六一吃东西 三 我绝对不打扰六一睡懒觉 四 我绝对不阻止六一踢足球 五 我绝对不在六一面前提司令 这两个字 承诺人 毕为佳 我就想问一下 毕为佳的这条是绝对不提司令 司令是怎么回事 因为在他家里啊 他妈妈是司令 他们家男生多女生少 绿者一提到司令这两个字 投入档 你投入档的条款还很多 第三个字不能说 这两个一共五个字不能说了 对 怎么还不限制六一吃东西 他在他家里就是可能吃 就吃的特别多 然后他妈妈每次都觉得 他吃的太多 以后会长得像他爸爸念了大胖子 爸爸有多胖 爸爸有多胖 180吧 六一 你们两个特别好是吧 对 但是你那承诺书里 我觉得你暴露了一些秘密 比如说啊 我绝对不说碧维嘉是调皮鬼 不说他是小财迷 不说他是大忽悠 莫非这三样他都是吗 你说这就饿了 那个调皮鬼是他特别爱藏 那个小财 调皮鬼是他特别什么特别爱财 不是特别爱藏 就是捉迷藏 特别爱藏 藏起来的 大忽悠是他会变魔术 但是就是有人就觉得我表演的 就是他没看出来就觉得我是在骗他 骗人 你究竟变得怎么样 是不是忽悠我们 你让我们看看呗 好 可以 行不行 这里是三个球和三个杯子对不对 对 这样我先拿两个 然后你们一边检查一下 这里边好像有东西啊 这啥呀 你来看看有没有东西 哎 这里边有心事啊 没有 谁是忽悠啊究竟 没有吧 来来来来 没问题 那么这样了 空盖一层 我再放上去 那么接下来 我需要 来来来全面学院 老杰师老师敲一下 再敲 全面学院的小哥哥来敲一下 来 使劲敲 好 哇 我怕自己手疼 然后接下来 三二一 哎 这行 有点意思哈 然后接下来的 这个 来 李维杰老师 过来一下 这样我现在呢 你不叫我是不是记不住我名字 不是 我叫啥 呃 四个字啊 四个字啊 四个字 哦 你应该四个字 就是你们两个各敲一下 各敲一下 你敲一下 啊 你敲一下 然后 你再敲一下老师 别敲碎了 车子不会坏吧 没事吧 哦 没事好 接下来呢 三 二 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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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你看维加式模式表演完了 对 该你了呗 表情秀 模仿 唱歌 我们这个所有助力团当中哈 韦剑老师那表情 这绝对一绝呀 哈哈 比一比 来 其他几位 来 请分 休息休息 什么的比拼法 很简单 我们放一首歌 然后呢 不是真唱哈 前面的我们的六一 就根据那个歌的歌词呢 来做各种各样的表情 行 结束之后同样一首歌 韦剑老师 您再来一遍 一首一首来吧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来 三 二 一 开始 我家住在荒谷高波 大风从波上刮过 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 都是我的歌 我的歌 去的一个个人 我在每个人很开心 可以 尼泽 另外 这个歌 给你 那个歌 我做的 是 我好 我 尾健 这忽然让我想到当年 压力好大呀 你回来 什么情况啊 尾健已经完败了 严肃老师 你快给尾健打打气呗 不用打了 我刚才已经乐坏了 我说鬼剑完了 这个天才宝贝 追梦春晚 对 我就发现 我们的仪式英明没了 不管怎么样 总之是为了孩子 来 鬼剑 你现在虽然已经完败了 但是我还在支持你的 来 321 英变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大风从波上刮过 不管是西北风 还是东南风 都是我的歌 我的歌 永远 哥 能不能 我 你 是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表情就我心里有点难受 你心里有啥你说出来的 你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吗 凭什么我一世英明就栽在你手里 严肃老爷看了这一段怎么说 韦剑49一共100分 韦剑是49.5 61是51.5 是这么个比例 我很佩服贵 真的 我刚才想了半天 没想出这招来 我说你这怎么办呢 我说我这心里想出来 这算了一击杯一着地 妥了 不像解决问题了 那你是天才叔叔 对 听见了吗 听见了 金杯银杯 加个双饮套 不如六一的口碑 哎呀 韦剑老师是站着不行了 玩胖 谁的老师是 不过玩的还是很好 我还是支持你的 哈哈哈哈 在这段表演的时候 尤其是韦剑老师 在表演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宋宁啊 整个把自己脸都蒙起来了 你怎么有的呀 你这笑到不行了 不不不 你们都看错了 我是哭了 哈哈 真的我跟你讲 我太心疼我哥了 哈哈哈 看到心酸心腮 完全是拼了老命了 哈哈哈哈 我跟你说宝贝啊 是表情地 我哥是肢体地啊 哈哈哈哈 谢谢 谢谢 这就是我们 最有创意的 劲爆组合的表演 观众朋友们 请记住他们 如果您喜欢他的话 待会儿可以 给他们头上一票 谢谢两位小宝贝 谢谢两位小宝贝 来 收拾一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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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将是谁 登上我们的舞台呢 有请晴天 为我们请出宝贝蜜件 四岁欲聚小门娃 郭佳佳 我叫郭佳佳 今年四岁了 来自河南珍州 听说你会叫拜拜 我帮老咖咖 可笑了 我想给他比试一下 大家听待我的表演吧 宝贝 我们一起加油 加油 掌声欢迎 好乖啊 大家好 请问年青年高寿啊 大家好 你得这么问 老太太 老太太 你今年高寿啊 我叫郭佳佳 今年四岁了 来自河南珍州 各位老师好 好 李维嘉爸爸好 你好 没有 刚刚这叫您 叫您什么 再说一句 你喊他什么 叫韦贱什么 李维嘉爸爸好 李维嘉 李维嘉 这在谈你 你再叫一遍 再叫一遍 你得说清楚了 是爸爸还是拜拜 拜拜 还是爸爸 你跟着我说 拜拜 拜拜 那天子不像爸爸 李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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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 你一定得说清楚 不然的话 这也解释不了 李维嘉 你一世英明 这么多助力团的老师 就单跟我问候我呢 因为李维嘉爸爸抱 抱过我 还夸过我 你夸过他 你夸过人家 您都忘了 还夸过他 对不起 我实在想不起来 因为我抱的太多了 有证据 李维嘉 在心里开始打鼓 看他 有印象了没 有印象了 这是在哪儿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节目 叫畅想潮阳宫 也是在选小演员 你看多可爱 他当时演的 我想起来叫刘胡兰 是吧 是 你那天穿的一个红衣服 可漂亮了 不是光我抱了你 亲了你 包括小湘玉老师 也抱了你亲了你 是吧 是 那你今天怎么 这模样就上来了 这反差有点太大了 这你今天怎么穿 这么身衣裳呢 他的意思是 因为我穿个婆婆 她要演老太太了 哦 那演哪段呢 宝贝 穿洋公小段亲家母 哦 大伙欢迎你 来 掌声欢迎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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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家母 您坐下 咱们说说之行话 啊 周 亲家母 咱们都坐下呀 咱们随便来啦 隆隆子 狗安家 唱唱上狗的大西瓜 这臭孩子离开家 直到心里长江瓜 我们没有白妹子 十七活不错离开家 你到他家看一看啊 你什么干什么 做了一场幸福吧 心里心里心里心面花 在家没有中国的 因此初步他没有妈 家里的东南港 十年间有种认法 入坑下里人文化 他抽到一个上上 当一个弄业科学家 对 当一个弄业科学家呀 严肃也偏评一下吧 你呀 孩子你真是天才 也了不起 这是在咱们这儿 这要在河南在郑州 这这一段请假摩 那爹就炸开阔了 那不得了的啊 开阔了开阔了 好 我给你合个大财 颠个大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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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杨树爷爷呀 好乖 好乖 太甜了 来 王岐石老师 你听他这个一说话呀 跟刚才这个表演 根本就是两回事 刚才我跟包管茶 我们还说 又这哪像四岁的孩子呀 但我是感觉 今天的这个应该是 李伟健的这个 提心吊胆的一天 这么说呢 伟健是咱们我家 有名称著名的老太太呀 对啊 对啊 你瞧人四岁 就把老太太演成这么好 伟健呢 她是什么时候 她是从小学三年级呀 开始发掘 有老太太这种情感 为什么呢 三年级的时候 放学一过马路 然后他们不认识的同学 扶着她 说奶奶 我扶您过去吧 那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就是这样的话 你看人才四岁 已经有了这个老太太的这种 哎呀 你看演得多好啊 哎呀 刚才我们这 严肃老师 我们都看中了迷了 伟健 你有什么感想 这个 我今天一世英明啊 这个其实大家不知道啊 可能对这一出戏 有一些年轻人还不太了解 实际上她演了三个老太太 这是三个人唱的戏 她一个还 一个人演唱 一个人唱的时候 我唱这段 上气不接下气 因为她太快了 你看她唱的 井井有条 唱的是有条不稳 太棒了 天才 你看刚才底下那奶奶说了 你是天才 底下那是一阵老太太说的 你是天才 我觉得她今天来是有指向性的 她是直奔着李老太太来的 你看啊 上来就说又抱过她 又亲过她 又夸过她 而且今天直接扮成老太太来的 而且叫李爸爸 对 又叫爸爸 对 你这不是冲着李老太太来的 就是冲着我们颜老师来的 颜老爷爷来的 是不是 你是奔着谁来的 李爸爸 你还是爸爸 我能把这名额让给严肃爷爷吗 可能 李卫健 李卫健你今儿跑不了了 你就接招吧 那既然跑不了了 咱们怎么比啊 唱恶婆婆 我输了行吗 因为这段戏我不会唱 她说她不会唱行吗 不行 不行 怎么办 那就你先演 然后我来演好不好 好 这恶婆婆一个人演就可以吗 不可以 还需要什么 还有一个儿媳妇儿 儿媳妇儿 恶婆婆 还有一个儿媳妇儿 要不这样吗 儿媳妇您来挑什么呀 你家媳妇儿 不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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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往那边看看 不是 你看颜肃老爷的合适吗 我是恶婆婆 有的时候反差呀 更可爱 你知道吗 啊 谁被你选中了 当你当你们家的媳妇儿 哎 你就看包会儿 查那挑战的眼神 你不要老看热闹 我选包会儿查 好 掌声 小婉儿 包会儿查身上有小媳妇儿的特质是什么 有有有 儿媳妇儿啊 对呀 你找宋余 我是男的 你 儿媳妇儿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就是听李伟健老师 李伟健老师已经指定了 各位 掌声有请 我儿子今天独在不在家 终于可以兄弟兄弟 我能不听话的儿媳妇 我叫他朝东 他非往昔 你说这是不是太不像话了 妈 我回来了 嗯 哎呦喂 妈 什么事惹您生气了呀 昨天晚上我跟你说了 家里没菜了 我教你往东边菜市场买菜 你非得往西边餐厂买菜 那咱家一出门 不就是西边那个市场吗 东边的市场那么远 三十公里呢 那两个市场的菜不都一样吗 不一样 东边比西边偏一分钱 我儿子正常容易吗 不必了 这一分钱就把您气成这样了 那我做点什么您就不生气呢 那好 你就给我 行 哎呦哎呦 气的 你给我听着买西 听着买西 从上看鞋子杆 变法子之火烟牙 手放我前都没风 听得很样的下 宝朝鸡鸣 纽约雪 晒一个饭 冰淀茶 自己这个 公鸡蛋 七十杯 用你的面围 口袋 去观察 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老太太专业户 李伟健 刚才我那媳妇你们也都看见了 我儿子就娶这么一个玩意 你说他图什么呀 好看也行 磕着着 就这模样天天把我儿子给弄的呀 上东边去 我儿子磁流就奔东 上西边去 叉啦就奔西边 你说一大老爷们怎么那么听话 我这妈说什么现在都没用 本来说娶儿媳妇 我当婆婆了 我想福了 我想屁 我儿子呀 这不是出差了吗 我知识他 我就跟他说我吃不下去东西 我先整点 我先整点这酸奶 光名牌的我最爱喝 还要 还有 还有 这段时间呢 我上班太累了 这一回家呀 我闷头就睡 亏着我老公啊 给我分担点家务 今儿个 我老公出差了 我就早点回来陪陪婆婆 哎呀 妈 我回来了 哎呀 妈您怎么了这是 哎呀 您在哪儿不舒服了 头疼 哎呀头疼没关系 我给您按按啊妈 哎肩膀也疼 肩膀疼行 您坐着我给您按啊 腰也疼 腰啊腰疼 我也给您按啊 脚也疼 脚哎呀脚疼啊 来脚我疼 别拖了我怕你受不了 哎呀没事 哎呀头也疼 又头疼了 我给您穿上吧 哎呀头不疼了 我那味我自己受不了 哎呀 这儿吧儿媳妇 哎妈您说 你看妈这浑身上下 也哪儿都不舒服 那您这不舒服 做不了饭了 啊你们就凑我吃点剩的吧 妈对不起你啊 你们就甭管我了 您别吃剩的呀 您想吃什么 我给您做去啊 啊 您想吃什么 我给您做去 那就给我砸个油饼吧 油饼啊 油饼 哎呀行啊 只要您高兴就行 我去给您炸油饼的好吗 去吧去吧 哎呀 他炸油饼去了 我跳回舞 你是我的小呀小朋友 妈爱你都不想多 你接下来 油饼来了 来妈油饼给您炸好了 哎呦真炸好了 您吃一个吧 您看看怎么样 我妈你说 我刚才特别想吃 这边看见油饼吧 就觉得特别油 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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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一口呗 我还是饿着吧 饿着吧 哎呦 我浑身呐 妈要不您觉得油腻啊 我不爱吃 您吃点 要不弄俩包子吃吧 要不弄俩包子吃吧 要不弄俩包子茶 他们家的包子特好啊 哎呦 这老太太 她又走了 饭爽 就这个 饭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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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 饭爽 哎呦 包子来啊 哎呦 哎呦 您吃这个包子怎么样 您尝尝 哎呦 你这包子不行啊 这包子不对啊 这个 哪儿不对啊 不是这样的 我要吃那个 包成饺子那样的 再这说 这发面的促心呢 算了吧 不行 那您也不能饿着 您凑我吃一口 饿着吧 饿着什么时候 我儿子回来再说吧 你这东西我都不爱吃 哦 我都不爱吃 这个怎么办呢 要不然您觉得 我拿点臭豆腐吃吧 我出去给您买一下 哎 臭豆腐好吧 您这不挑哪儿的豆腐吧 不挑了 您去给我买 哎呦 你去不去啊 你老问我 让我怎么的 你说我儿子这都是哎呀 我给您买一下 我儿子不在家里 哎呦 妈我给您买一下 哎呦 我去给您买一下什么 你说我儿子这 看着你什么了 你就长着折磨呀 我也不知道看着你什么了 哎呀我这后虎用 您毁什么呀 哎呀我这儿子结婚太早啊 不然呢人呢 要不然呢 一定要让他取那包本茶 哎呀我这儿媳妇啊 哎呀我甭说我老伴没没这些毛病 我有时候有点毛病哎呀 可是我有时候毛病也不至于到这程度啊 这太厉害了 那个也很厉害 哎呀 拧啊 那拧啊 那又受不了啊这个 哎呀这儿媳妇哪找去啊 打灯都找不着啊也就是啊 哎呀 哎可是您觉着就是您旁边的恶婆婆 和您对面的小婆婆 他俩怎么样批这个这个比拼的结果啊 我不好意思说了 反正今天是他倒霉的日子 李伟健心宽的很 嗯 那就说还是49亿50亿 没办法 那个四岁你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啊 对对对不对啊 四岁跟四十岁能比吧那玩儿 谁四十啊 你觉得这三老太太怎么样 真是真是演不过她啊 你看她那个镜头 包括掐人的那个瞬间 那个狠劲啊 我这个老太太演的还是有点善良 你还是太善良了 你是觉得你演的那个还善良吗 我应该让包括着她断条胳膊啊 这戏子 哦 就彻底也把她给毁了 对对对对 断了断了已经断了 断了 佳佳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可以 是谁 是你妈妈让你演的老太太呀 还是你老师让你演的老婆婆呀 我想演的 为什么你想演老婆婆老太太呢 因为我笑起来 人家都说我像老太太 她一笑人就怎么说她笑 笑起来就像老太太 那你给我们笑一个吧 哎呀 嘉嘉 是谁最早说你是有这个老年人的这个气质啊 像老太太的呀 你还记得吗 妈妈 妈妈什么时候说的呀 三岁 三岁 是啊 哦 妈妈那么有眼光啊 哈哈哈 那么早就发现你跟那个咱们的伟健 我们著名的老太太有点有意见呢 哈哈哈 是不是啊 是 哦 还是 还是 不然今天怎么就直直奔着李伟健就来了呢 没错啊 佳佳佳 别听人家说你是有老太太气质 真的没有 阿姨觉得你特别可爱 你有没有就是 把这个妆卸了以后 正常的宝宝的照片呀 正常样子的照片给大家看一看有 啊 这有啊 你生活当中的对吧 你看看哪有老太太气质啊 多可爱的一个宝宝啊 那你说伟健老师生活当中也不像老太太啊 啊 我就不相信他有有有正常的照片吗 你就不看一看嘛 哈哈哈 哇 这是伟健吗 啊 你是个子还有就是身体全长大的眼睛没有变 哈哈哈 是吗 不是 你小时候眼睛很大啊 这是你多大的时候 这个是两岁吧 佳佳 告诉大家今天谁带你来的呀 妈妈 妈妈陪你来的呀 那妈妈在神奇魔箱当中放了什么样的宝贝呢 有请假虫山谷的MaxMili 帮我们把神奇魔箱请到舞台上来 有请 好 看看魔箱当中放了什么 嘿 好像是一套衣服 好 谢谢两个小朋友 神奇魔箱当中果然是一身演出服 对 这是一套啊 对 那是下半绳 这是上半绳 妈妈为什么要把这个一套演出服 放到我们的神奇魔箱当中来 咱还是请妈妈来打吧 好吧 来 来 有请佳佳妈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她小的时候是奶奶待大的 她奶奶喜欢听戏 小的时候就经常听奶奶唱戏 然后就有时候跟着学会 学会一些老太太的动作 然后就发现她能演老太太 我们先看一下有照片 这是我们刚刚拿到的这一套 还有吗 第二套 哎呀 还有吗 来看下一张 为什么单选这样的一套衣服 放到我们的魔箱当中 这套衣服上衣 上衣是做的 裤子是我自己做的 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 像这套做这套衣服的费用是400 对我们来说是一件 不是 是一个不小的费用 裤子是我自己跟她做的 是自己亲手做的这套衣服 所以 裤子是用她那个 她爸爸的那个旧裤子 旧的料子 跟她改的 哦 妈妈爸爸都是做什么工作 爸爸在一家那个财务公司 就是负责代办那个营业执照的 您呢 我是在家就是带孩子的 等于是全职妈妈 是是是 观众朋友 这就是佳佳的表演 请您记住她 待会儿如果您喜欢她的话 记得为她投上一票 谢谢佳佳 也谢谢佳佳妈妈 来 出去一下 谢谢 辛苦了 接下来会是谁登上我们的舞台呢 有请请天为我们打开 下一份宝贝蜜件 摇滚小甜心 王淑瑶 大家好 我叫王淑瑶 今年五岁了 别以为我只会满萌 我可是摇滚实力派 不相信 这是唐朝乐队的赵年 这是菲律宾的鼓手 多米尼克 这是古巴的鼓手 爱德华 他们都很喜欢我哦 为了这次节目录制 我们准备了一个 特别精彩的演出 大家拭目以待吧 加油 王淑瑶 加油 掌声欢迎 做一个自我介绍 让我们认识一下 你好吗 大家好 我叫王淑瑶 今年五岁吧 我是一个聪明活泼 可爱的小女生 妈妈说我是个小师傅 其实我是个女汉子 宝贝今天谁带你来的 我妈妈 还有我老师 妈妈和老师都来了 来给你加油打气 那我们看一看 妈妈和老师一起 往我们的神奇魔箱当中 究竟放了什么样的宝贝 有请Max和米莉 把神奇魔箱 请到舞台上来 有请 好 谢谢两位小宝贝 我们来看看 哇 可是不小呢 来 谢谢两位 舒瑶的妈妈 往我们的神奇魔箱当中 放的是一座奖杯 上面写着江苏全国第二届 鼓手代言人大赛 江苏赛区的特等奖 那妈妈究竟 为什么把你魔箱当中 放这样的一座奖杯呢 这是我第一次的时候 得到的一个奖 打鼓第一次就得了 第一次得的奖杯是吗 好 那我们把妈妈 请上来 验证一下孩子说的对不对 来 有请 漂亮的妈妈 来 好 妈妈上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主持人好 各位评美老师好 我是王顺耀的妈妈乐言 欢迎 欢迎乐言 你为什么在这个魔箱里边 放了一个奖杯 刚才孩子讲了是他 这是他三岁半的时候 第一次参加比赛 然后拿的一个特别高的奖 在我认为 因为这个对他特别有意义 因为最初他打鼓的时候 他爸爸不同意的 因为他爸爸是觉得 女孩子嘛 应该学一点优雅的乐器 觉得打鼓可能不太淑女 但是他自己特别有主见 他自己就特别想学 他一个偶然的机会去鼓校 然后其实是陪着邻居的哥哥去的 然后他去学鼓去的 然后他就跟着去玩 结果呢老师说 让那个哥哥打一个 后来他打了一个尺子 那我就跟着一起打了 那你不会你怎么打的呢 他就是 所以说老师就说他说的 说你这么小 怎么就好像能打出那个节奏 那个感觉 就说他越感觉挺好的 后来他回到家以后 就跟我说 妈妈我想学架子鼓 我觉得那时候他才两岁半 我说一个两岁半的孩子 你说学架子鼓 肯定是三分钟热度 我新鲜劲 我就没搭理他 然后后来过几天他又说 他一直在说 他妈妈我真的想学 然后我就想 哎呀那要不然就让他学吧 但是他爸爸不同意 奖杯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那就有一次 我妈妈就偷偷带我去 瞒着爸爸 然后后来学了以后 学了一段时间 然后正好有一个比赛 我拿到奖 然后后来我跟我爸爸看 我爸爸就让我学了 他比妈妈还能说 对然后 对对对他拿到这个奖以后 他爸爸特别吃惊 因为这个是江苏省 当时只有六个拿到 就是比金奖还要高的一等 特等奖 因为他当时在打鼓的时候 平文老师也很吃惊 三岁半嘛 是参赛选手里面最小的 然后他站在那个地方 只能看到鼓棒在动 都看不到他 对 然后我也没想到 他能拿这么高的奖 他爸爸一看说的 那可能他真的是挺喜欢 其实他在打鼓 打鼓就是 这段学习的时间里面 他也付出了很多 那当然 他每天练基本功啊 干什么的 然后就手上磨出小水泡 他也不会说 我不练了 我不学了怎么样 是 那句话说的才是对的 就是孩子的喜爱 是最好的老师 我看你这么支持他 你是搞什么工作的 我以前是做歌手 然后一直在做文艺工作 真的啊 那他爸爸呢 他爸爸以前也是歌手 也是歌手 对 我们俩就是因为演出的时候 认识的 是吗 那你们今天能不能 你带着女儿 两个人合作 跟女儿合作 可以可以 我们今天就是 特别为在场的大家 还有老师们准备了一个节目 叫做什么 什么名字 叫小手 叫小手 señ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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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 金沐阳 你好 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大家好 我叫金沐阳 今年六岁 我来自天津 来 掌声欢迎来自天津的小金沐阳 严肃爷爷 您好 金沐阳 您好 我妈妈很喜欢您创作的物理看花 说唱脸谱 故乡是北京 你好厉害 王洁篪叔叔好 您的校园的早晨 外婆的澎湖湾 乡间的小鹿 是我爸爸的最爱 谢谢您 李伟健哥哥好 您2005年 在春晚上表演的自行热线 是一段非常好的节目 我好想跟您学一学呀 您放心 我记词肯定特别快 包华尔茶哥哥好 您举办的演唱会 成龙 刘欢 田震 孙楠 陈慧玲 周迅 潘邦等等 好多明星都参加过 您还给好多优秀的节目当过评委 我今天在这儿能见到您 真是太荣幸了 送您姐姐您好 北京卫视现连着两部热播剧《婚姻时差》 下一站婚姻都有您 天哪 这宝贝一下子背下来我们这么多信息 宝贝 你是背了多久啊 谢谢你不用背 看几遍就会了 经历这么好 小杨阳 今天是谁陪你来的 我妈妈 好 我们看一看杨阳的妈妈 在我们的神奇魔箱当中 放了些什么 有请我们甲中山谷的 Max Committee 有请两位 把我们的神奇魔箱 请到舞台上来 来 看看放的是什么 一个文件夹 好的 来 谢谢张鹤岩和王嘉爱 来自我们BTV上年传媒学院的 两位小朋友 辛苦了 神奇魔箱当中 放了一个文件夹 文件夹里加着邀请函 妈妈为什么要把邀请函 放到里面呢 我们请出杨阳的妈妈 好吗 来 掌声欢迎 你好 大家好 陈渝老师好 我是金木杨的妈妈 你什么时候发现 杨阳记忆力特别好的 他还小的时候 那时候说话都还不是很利索 最多也就两岁多 我们现在一般小区里面的那个停车位都是固定的 然后呢 有一天我带他出门 在我们家楼下 他就突然指着一辆车跟我说 他说那个 妈妈 这辆车停错位置了 这号停的是 应该是一辆帕萨特559 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放心上 我心想小孩可能也就是随便这么瞎说 没当回事 对 然后等我们两个晚上回家的时候 我就留意了 看了一下 真的是一辆帕萨特559 后来我就专门问他 我说那这儿停的是什么车 他说是比如尼桑什么 这儿是什么车 比如是大众什么 他都能说出来 就是孩子的眼 这个孩子的脑子就像复印机一样 把小区里什么车位 该听什么车号的车 是什么品牌的车 记得一清二楚 那时候杨只有两岁多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那个邀请函 为什么 为什么要放邀请函 那个沐阳现在在参加 那个世界脑力锦标赛的一个集训营 他也是这个集训营里面最小的选手 是他们给他发了一个这个邀请函 我觉得也挺骄傲的 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参加这个世界脑力锦标赛 标准吗 他是在某方面有一些特长的 比如说记忆力超强 或者是记那个数字 记图像 算那个心算等等 某方面比较突出超强的这样的人 可以去参加 我这样的人肯定不行 包火尔茶行 包火尔茶和李伟健肯定也不行 我跟你讲啊 天儿 比聪明你还真未必能比过我 那什么意思 包火尔茶 这火尔茶三个字 你知道蒙古语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聪明的意思 就包聪明了 你要是如果改名改成秦聪聪 我就承认你比我聪明 你等会儿 据我了解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起名字的习俗 比如说这个人要缺什么 我们就在名字当中补什么 所以给我补 包尔茶是聪明的意思是吧 对啊 我补回来了 你还没补回来呢 别啊 这样吧 我们问问 这个在这个训练营当中都有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进行训练吗 他不服 全世界的孩子是选来的孩子吗 孩子不一定是孩子也有大人 现在您所知道的 就您刚才提到那么多的训练项目里 最快的是谁 快到什么程度 那应该是咱们中国的 应该是中国的最强大脑王峰 他既以一副扑克牌还原出来 只需要19秒 19秒 19秒 还原 扑克牌54张 52张出去大小王 这个智商就有问题 就是在这个习续营里边 训练的时候的题目 你能不能举个最简单的 让我们感受一下 或者让我们体验一下 嗯 行 接下来 大屏幕将出现49组生活常见词 金牧阳需在三分钟的时间内 记忆全部词语 助力团成员 严肃 王洁石 会分别在49组词语中 随机去掉五组词 剩下的44组词 将被打乱顺序 重新排列 金牧阳的任务 是要说出助力团 取掉的是哪五组词 六岁的金牧阳 能否挑战成功 我们拭目以待 嗯 来 我们先看一下 大屏幕上这49个词 49个词 来 哦 大家可以一起来记 三分钟的时间 计时开始 10 9 8 7 6 5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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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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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3 2 1 时间到 先从严肃老爷子来 我们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看一下 孩子来 咱们回头看大屏幕 这是刚才全部的 我们来看看被去掉五个词以后 重新组合 你能告诉我们少掉的是哪五个吗 可以了吗 孩子来转过来告诉大家 你发现是哪五个词不见了 我只记了一个 你记住几个告诉我们几个就好 你觉得哪个词不见了 是文字 还有蓝色 还有白色 然后有 刚才他说了两个一个文字 还有一个白色 还有吗 网络 然后是树木 太阳 网络 网络 树木 太阳 那么严肃老爷子呢是写了五个词 这五个词呢是被去除掉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 网络 太阳 文字 树木 白色 完全正确答案是 太棒了 什么了 太棒了 这太厉害了这个 来我们看看下一组是谁 王洁石老师 好我们看看王老师是去掉了哪五个词 好了 好 宝宝来 看大屏幕 这是刚才全部的 我们来看看被去掉五个词以后 重新组合 现场保持安静 这个记忆的测试得非常难 因为不仅是去掉了五个词语 并且原来的顺序和现在的顺序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打乱的 可以了吗 好了 来 杨阳告诉大家 你觉得是少了哪五个词 冰箱 篮球 电影 大海 菠菜 等会儿我看他说这五个我记住了吗 冰箱 电影 大海 篮球 菠菜 我们来看看是这五个词吗 今天公布正确答案 各位 冰箱篮球大海电影《菠菜》完全正确 宝宝你太棒了 太强了 这用一句话来形容现在自己的心情 形容一下吧 不服不行 好羡慕这样复印机一样的大脑 观众朋友请记住她的才艺 如果您喜欢她的话 记得待会儿投票的时候为她投上一票 谢谢杨阳 谢谢杨阳妈妈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天才宝贝追问春晚的所有宝贝的才艺展示 那么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投票环节 其他的三组 来 掌声欢迎 两个小朋友现在是一号 佳佳是二号 书洋是三号 金沐阳是四号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投票时间 首先是BTV少年传媒学院的孩子们 请你们举起手中的投票器 想好了没有孩子们 来 三 二 一 请投票 好 我们BTV少年传媒学院的孩子们 究竟谁是他们心中的人气宝贝呢 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闭声客早餐 给我整套快乐享受 现做美味 新鲜诱人 全套质感享受 只要一杯咖啡的价格 闭声客早餐 开启生活新风尚 全新脉总线系列 富含多种维生素 我自有我的魅力 高状态 高最态 全新奈等新系列 今年苹果喜货丰收 来来来 吃苹果 有血 快要上火了吧 牙龙出血 细菌滋生往往是根源 高路杰360 卓效护银 能减少牙龄线周围的细菌 显著减少牙龙出血 两周见效 你看 没血 牙龙更健康 新高路杰360 卓效护银 护银又美白 美白配方 新上市 我饿了 不在状态 神丢了 还好有脉动 脉动富含维生素群 让你随时脉动回来 好 郭佳佳现在是暂时领先 是我们目前的人气宝贝 来 接下来是我们的 一百位观众评审的投票时间 请您举起手中的投票器 好 来 三二一 请投票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结合我们BTV少年传媒学院 和我们一百位观众评审的 所有的投票之后 我们本场的人气宝贝 究竟是谁 一起来揭晓杂 广告之后 精彩继续 这一季 几何构思 引力超流 沙旋推介绣发专用CC霜 蕴含天鹅绒触感因子 驯服毛躁 发型线条更利落鲜明 简洁 独特 缔造几何构思 黑人牙膏 牙银是牙齿根基 牙银出现问题 如不处理 可能导致牙齿脱落 黑人专研护银牙膏 改善出血 红种 牙筋斑 三孝护银 牙银牙齿更健康 我的笑容力量 黑人专研护银 矿物研和抗敏感配方 全新上市 邦宝市带来整晚干爽的精致睡眠 让宝宝一觉醒来 迎接快乐成长的早晨 新设计邦宝市超薄干爽 特有神奇锁水珠珠 薪水量高达自身重量30倍 更锁住整晚尿湿 干爽长达12小时 迎接金色明天 邦宝市超薄干爽 关爱 安睡 畅玩 挑战再多 压力再大 我都轻松在握 投油 从不担心 海菲斯去油系列 长效去泄 更深层去油 去泄又去油 当然由我领头 去泄实力派 海菲斯 恭喜郭佳佳成为了我们本场的人气宝贝 将登上宝贝盛典的舞台 同时呢 邀请我们梦想助力团的舞位 被我们所有的天才宝贝们颁发 我家明星特别制作的荣誉牌 好 请严聪老师为我们本场的 联系宝贝郭佳佳来颁发 我们特别制作的 我家明星的荣誉牌 郭佳佳还将得到的是 我们宝贝盛典的邀请塔 好 来 邀请塔送给佳佳 拿得过来吗 宝贝拿好 好 各位观众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我家有明星2015天才宝贝 追梦春晚 那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记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96168 好 下周晚上的同一时间 北京电视台文艺频道 我们不见 不散 再见 多谢